那因為下禮拜我們是連任禮拜要有選長老 所以今天我會講兩週 來 來 這個是這一組要讀的 這個是下一組要讀的 來 我們現在來講創世紀 創世紀講4加4是什麼東西 世界大四加四個人路 哪世界大四呢 創造 創造 落落 創造 那這個就是今天講的苦難的來源 那這四張 這四個大事 我們叫做太古實行 第一章到第十一章 接下去有什麼 四個人物 哪四個人物 亞伯拉罕 孫以撒 他是亞伯拉罕 趙世紀 亞伯拉罕 以撒 亞伯 亞伯拉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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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四個叫做列祖實行 就是從十二章到五十章 全部在講這四個人 這四個人 第一個亞伯拉罕 我們知道他是信心之父 所以講到他的信心的三個實習 那以撒 比較短一點 他是好好先生 就講這三件事情 接下來就雅各 那雅各我們是讀到三十四章 所以今天回去月同三十五三十六 接著就月色了 那雅各的時候我們跟他說 他有三個實習 我們這個以來回去從這邊開始動 三十五章 雅各在那一段 在那裡去很久了 神叫他回去 叫他回去伯特利 神叫他回去 他就在回到伯特利以後 就在那邊組一個談 神叫他把名字改成以色列 今天以色列的國家就是用這個名字的 那這個他在他舅舅他家那邊回來 回到這邊跟他哥哥碰面 他哥哥回去 他沒有跟著去哥哥他去移動這邊 他就從這邊渡過來 然後就到這裡 世界的花生 他妹妹被人家強姊的事情 那後來到神叫他到伯特利 那神就給雅各祝福 雅各就立個實住 神就跟他說 我要給你這麼多的武器 而且有君王要從你而出 然後要助你後裔 那他的第二個太太 在陸屋中生產的藍產 在伯立橫 他給他生一個叫貝典安寧 貝典安寧就是右手致直 所以他是十二個全部生好的 這是老大生的兩個顏色一樣的 這個老二的貝典 老大的貝典 然後他第二個太太就是生到十二 貝典安寧 好 那雅各拉就搬到以德台 在那邊 劉備 雅各的大兒子 跟他爸爸的妾 就是那個屁拉 跟他同情 這非常重要 因為當時候如果你父親死了以後 他可以兒子可以接他爸爸的妾 但是他這個時候他兒子 他爸爸還沒死啊 這時候發了一個很大的計 所以這個劉備 跟他同情以後呢 他的長子的迷惘就不見了 他本來是長子對不對 所以你有記載 一誕上五章一節 以色列的長子原來是劉備 因為他誤會了他父親的床 跟父親的妾同種 所以他的長子的名分就變成吉爾約瑟 好 那雅各就回去西伯倫陪他的爸爸 那以撒活到一百八十歲 死掉又要把他埋葬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雅各 當初騙來騙去騙來騙去對不對 最後你看 他的妻子死掉了 他的長子亂倫死母 他離開以後 都從來沒有再看過他的媽媽 然後愛子也後來失蹤了 他父親就這樣 好 那要進入約瑟的時候 雅各他的哥哥也有個遺嫂對不對 所以聖經在那邊要交代遺嫂的後代 交代完畢才進入約瑟 所以這邊有看到遺嫂的後代 他娶了四個太太 這個雅瑪利很出名 以後會講到 那他的遺嫂在下方那個遺東地 那個地方叫做西俄 那那邊也有一些他們的後代 在這個地方 還有那地方有一些遺東本來的人 他們有一些王 然後遺嫂的後代住在那邊以後 就出現了很多組長 到這邊把那個雅各跟遺嫂的結束 接下去就開始講約瑟了 那約瑟的故事大家比較熟悉 約瑟他把他的整個一生 用五件衣服來代表 彩衣變成學衣 變成普衣求衣 喜馬普衣 一開始我們知道約瑟很喜歡做夢 然後他就被他的哥哥把他賣掉了 他出生的時候他爸爸很疼他 受了一件彩衣 但是呢 哥哥看爸爸這麼迷愛的 是很不爽 大家都很恨他 那他偏偏又喜歡做夢 又夢到什麼 又夢到他爸爸媽媽 而哥哥通常拜他 所以他哥哥更不爽 所以有一天這就是他的夢 大家拜他 所以有一天哥哥去牧羊 他爸爸叫他送東西給哥哥 他就送去 到事件找不到 因為哥哥已經准到多丹 他又跑過去 他哥哥看到以後就想著要把他撒掉 但是他的老大流變 阻止不要了 後來他們就被丟在那個坑的地方 結果有人要去埃及 以什瑪利人要去埃及 他們就把他賣給他 那是瑪利人 那約聖就被帶去埃及 那有朋友回來找不到他 那他們回去的時候就把那個 彩衣給他弄點血 給他弄點血衣 去騙他爸爸 這個他就被賣到埃及去了 他被賣到法老的副位長 佛提法的家裡 那接下來有一章 38章 這個把尤大 他十二個兒子裡面那個尤大 他特別把他拉出來講 因為這個跟耶穌有關係 所以這邊講了一個 尤大的兒子 這個尤大他搬去雅多蘭洞 那個地方尤大就娶了一個家男人 然後他就生了三個兒子 叫做鵝 鵝跟鵝男 跟斯拉 然後呢 那個鵝就娶了他 但是耶穌有關係叫他死了 應該是叫乎乖 他死了以後 換他的老二要娶了 他是嫂嫂 然後娶了以後 生的兒子繼承他哥哥的財產 所以這個老二很不爽 就不願意跟他通方 所以上帝有叫他死了 死了以後 他三個兒子 老大老二都死了 那他 尤大怕老三也死了 所以叫他媽 你先回家好了 那我這個老三長大來娶你好了 但是 他媽看 這個斯拉你長大了 怎麼沒有來娶我啊 然後他就化妝成祭名 然後尤大行為了之後 他就跟他通方 然後呢 他媽說好 沒關心 你給我一些當頭 就是保證 所以他就給他了 他媽 下他叫了一個 他的尤大的印 尤大的袋子 還有一個帳 把他放在那邊 好 那三個月以後呢 有人來跟尤大說 你那個媳婦啊 你去懷孕了 這有問題 他做妻你去懷孕了 所以尤大很不高興的 把他拉出來 燒了 然後他媽被抓了以後就說 這三個當頭是誰的 給他看一下 結果呢 尤大馬上說 哎呀 他比我更有意義 然後就沒有再跟他在一起了 但是尤大就剩了一個他嘛 就剩了一對子上胞胎 法勒斯 謝謝啦 這個法勒斯呢 就是大衛王的祖先 也是耶穌基督的祖先 所以這張是在交代這個地方 所以畫到這裡 好 接下來上首章 這個耶穌就被抓去了 他就被波堤王買下來了 但是耶穌與耶穌同在 所以耶穌也似乎這個波堤王的家 但是這個波堤王其實引誘耶穌 耶穌不從 他就把陷害 這次他在引誘他 約瑟講一句話 他說怎麼樣 我怎能做這大惡得罪神呢 所以他不願意 結果就被抓去關了 被關在那邊的時候 還是耶穌還是人家同在 所以那個施儀就把求犯通通交給約瑟管 第四十章就有開始 約瑟他最出名的 他的解夢 那九正跟善長被抓去關 他跟他解夢 兩個人說同一天做個夢 約瑟把他解脫了 他說解夢不是出於神嗎 解完以後 這個就在解夢 這個三天以後 就正如約瑟跟他講的那個 九正復職 但是善長被殺掉 好 但是那個約瑟說 跟九正說你回去還記得我 可是他忘記了 但是四十一章 因為犯法老做夢 沒有人可以解 這兩年以後了 法老做夢 他說夢見七隻肥母牛 跟七隻獸牛 但是那個獸牛把母牛 把肥牛吃了 第二個又做夢 夢見有七個肥睡子 跟七個弱的 弱的又把肥吞下去了 他一直搞不懂這是什麼意思 後來九正想到了 今天裡面有一個約瑟給解夢 所以想起約瑟以後 法老就叫約瑟來幫他解夢 解夢以後 那他跟他講說神要是平安 都化給法老 就叫他解夢 他說怎麼樣 這個七隻好牛 跟七隻好 所以是有七個年 然後呢 這個醜的也是七個年 然後你們會碰到七個蜂年 接下去就是七個蜂年 讓他知道以後你要在這蜂年當中 趕快地收藏 所以我就派約瑟治理埃及 那時候要三十歲 然後他蜂年之前 約瑟只剩了兩個兒子 叫做馬拿西跟伊法蓮 如果你忘記了 你就記麻衣就好了 就有個麻衣 好 那蜂年後真的大希望就來了 那埃及只有埃及有糧食 他們幾乎變滿了一下 以色列這邊只好過去那邊 到埃及去 去那邊去買糧食 那雅各就派他的兒子去了 那他們十個哥 他的十個哥哥去 去到那邊 他們就向約瑟下拜 真的如他夢中的看到的 因為身上認得他 那約瑟故意就挑難 他就叫做跟他問他加一個情況 他們說他有一個小兒子 小弟弟 他就故意說你把小弟弟帶來 不然不帶來的話 你是在騙我 那樣他就留一個仁值 然後叫他們回去把弟弟帶來 那約瑟很感動就哭了 他們就挑一個西面留在那邊 那他們就回去 哥哥剩下的就回去 但是他回去以後 他把銀子放在袋子裡面 那他們回去看到那個銀子就很怕 那雅各就跟他們講說 你我的那個顏色也不見得 西面又留在那邊 你們又要把奔養銀 拿去國財公約你了 後來劉貝一直掛保證 說這樣子 如果沒有把他帶回來 我兩個都是給你殺掉好了 但是還是不行 他還是不答應 但是兩者吃完對不對 第四十三章就遵期他們帶去了 梁思瑟沒辦法 換柔大掛保證 最後兩者只要打贏了 然後他們帶很多銀子去 那約瑟那個玉滅宴起 請他們兄弟很害怕 為什麼這樣是不是要抓我們 說我們那個銀子把它拿回去 然後西面就帶出來 就帶他們到約瑟的家 站在那邊 約瑟照他們的兄弟吃起給他排好 他們也嚇了一票 結果也是見到廟裡哭了一場 那他試驗管帶他 然後他就要試驗他了 就把那個銀子又放回去 把他自己在引人一個杯子裡 放進去被雅民帶子裡面 然後把他放進去以後 他們就走了 走了以後又派人追回來 你們為什麼把我的杯子偷走了 跟著講 所以不管在誰的地方說出來 我就叫他死 然後我們做一個儒口的 就收到賤雅里的口袋裡面 哇 他們就完蛋了 他們這個賤雅里如果沒有帶回去的話怎麼辦呢 所以猶大就為賤雅里求情 但是也是不准 他怎麼求情呢 他說我真的是講雅各講的話 他說我剩下兩個兒子一個離開我了 現在如果這個又不見的話 我就白髮常常憋長的嚇一見 所以這個賤雅里給我不回去的話不行 我父親一定會死掉的 然後呢 求你容我替他留下來好不好 但是預言是不准 然後下禮拜再繼續講 進去 誒 被經紀啊 被新的經紀 新的經紀啊 有那個桌包唱給嗎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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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 有沒有 來那人 請再來 第一句 所以 所以 我可以以此接納 如同基督接納你們一樣 使榮耀歸於神 我法書十五章七節 好 第二句 我白有紅的有法 你們要靠著主 贏來那人大人大力做抗強的人 以我所書六章十節 來 天空 我還有夢了的話 你們要靠著主 贏他的大能大力做抗強的人 以我所書六章十節 來 背背看 我還有夢了的話 你們要靠著主 贏他的大能大力做抗強的人 以我所書六章十節 好 再來一次 我還有沒了的話 你們要靠著主 贏來他的大能大力做抗強的人 比如所書六章十節 如果人在基督裡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以過後被產生的 這一句太重要了 所以每個月都跑出來 來 背背看 如果人在基督裡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以過後被產生的 好 下一句 不從惡人的計謀 不佔罪人的道路 不做虛萬人的座位 為喜愛耶和華的律法 作業思想 這兩片為有福 十天第一天一到二節 不從惡人的計謀 不佔罪人的道路 做虛萬人的座位 為喜愛耶和華的作業思想 各人變為有福 十天一天一到二節 來 背背看 不從惡人的計謀 不佔罪人的道路 做虛萬人的座位 為喜愛耶和華的律法 作業思想 各人變為有福 十天一天一到二節 不從惡人的計謀 不佔罪人的道路 不做虛萬人的座位 為喜愛耶和華的律法 作業思想 這兩片為有福 十天一天一到二節 要將耶和華的名所當得的榮耀 為祂以聖節的裝飾 敬拜耶和華 十天二十九篇第二節 要將耶和華民所當得的榮耀 為祂以聖節的裝飾 敬拜耶和華 十天二十九篇第二節 要將耶和華民所當得的榮耀 為祂以聖節的裝飾 十天二十九篇第二節 再提次 要將耶和華民所當得的榮耀 為祂以聖節的裝飾 敬拜耶和華